接下来要回到的是科技方面的要文 华为手机的芯片 实际上谜团还没有解开 之前有猜测 说是不是中心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条款呢 是不是中心是偷偷的给华为运送了5G手机所需的设备和芯片等等等等呢 美国的这个议员 加拉格尔也特别提出了 要调查是不是中心违反了美国相关的制裁禁令 但是来自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长文 有几位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发现实际上华为并不是买了中心的芯片 华为其实是正在自建5G的供应链 而幕后很重要的帮忙者 或者是为华为自建5G供应链 提供了很大的需求和帮助的 是四家重要的台湾的企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请小杨给我们详细介绍 彭博社是在周二 就是在昨天拉了个清单 这个清单里就是有四家台湾的公司 这四家台湾公司被认为是正大力提供协助中国的科技巨头 华为建造为于深圳的这个芯片工厂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台湾的这些公司呢 把他们的这个先进的生产技术 先进的一些技术呢来投放在了中国 那被点名的这四家台湾的企业 包括亚翔工程啊 重越科技 汉唐集成鱼龟 柯虹 宏盛科技公司等等 那对此呢 台湾经济部先是做出了一个回应 说厂商合作内容和技术关键技术无关 台湾的技术部也 台湾的这个经济部门也提醒业者是要遵守台湾的法规 以及美国实体清单管制留意供应链的风险 那么一天过去了 我们先来留意这四家台湾的科技公司的一个回应 对于彭博社的相关报道 首先是这个重越科技发布了一个声明 澄清啊他们在深圳做的这些事啊 仅限于一个环保工程 重越的回应就提到说啊 这个2022年他们在年初取得了一个彭新威的废水处理工程的订单 没有提供半导体材料或设备 而且当时啊这个彭新威尚未列入这个黑名单 重越是强调这个环保工程啊 也不是一个芯片制造的关键性的材料 也没有受到美国的禁令管制 那不过啊这个未来他们的合作案将进行更加审慎的评估 另外一家企业汉唐就说啊 旗下他们的这个大陆子公司江西的汉唐承接的是这个 深维序内装改造的一个小型工程 汉唐就说啊 他们从未从未与华为签订任何工程合约 那旗下的这个子公司呢 是依之前签订的合约进行的施工 那么汉唐成立以来所有的投资与业务都是遵循啊 另外两家公司啊 亚祥则表达赞不回应 那这个另外一家这个 龟科洪胜则透过这个电话采访说啊 目前可能是主管开会 可以在网上留言 就是做出了一个赞不回应的一个态度 再来回到彭博社的这篇文章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是在 他们应该是做了一个实地的 一个调查实地的一个勘察 在今年8月一个午后的时间 那位于深圳一家华为支持的公司 即将完工的一个大型建筑工地里啊 有很多身上穿着雇主名字和官方标志的工人 正在进进出出这个工程的场地 彭博社的调查就提到 这些工人分别来自台湾的上述四家公司 那么在现场还发现了工程建设公司 汉唐集成子公司的工人 那么此外呢 台湾的化学品供应商 这个龟科洪胜科技公司 在官网上则宣布 他们是已经取得两家中国芯片制造商 深圳彭新去技术有限公司 以及在2022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 这个彭新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的 化学品供应系统的合约 这两家中国的公司 均于华为合作打造芯片制造厂的公司 那在彭博社的询问之后 这个公司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他们网站上的内容给删掉了 彭博社的报道就提到 目前是不清楚这些台湾公司幕后参与是否违反美国的制裁 那么部分原因呢 是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 他们最大的目的是限制对华为出口美国的技术 而不是限制所有的业务关系 彭博社也采访到一位贸易律师 这个沃尔夫他在受到采访时就说 没有更详细的信息的话 信息的话 那就不可能知道这些公司是否违反美国的法规 由于美国对华为制裁的一个复杂性 如果你不确切了解这些供应商正在使用哪些技术 正在操作哪些设备 那就很难确定此类违规的行为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一个报道 台湾的经济部对彭博社的这个披露的事情 是做出了一个回应 说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网站 目前华为相关公司共有141家 是被纳入到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还有迅威 那么台湾的经济部部长王美花 在受采访时就说 如果依照台湾的法规关键技术不可以外流 但是根据彭博社的公开报道 这些厂商协助华为的工厂建设 看起来与关键技术材料或设备无关 报道指出关于美国实体清单的管制 那个王美花就认为 若企业被美国纳为实体清单 是不可以使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 但会提醒台湾的厂商遵守美方的规定 王美花进一步强调说 厂商在中国的投资设立公司等技术 那使用除了必须符合台湾的法规 也不能违反国安规定 也必须注意是否违反美国的实体清单的规定 台湾经济部会持续了解厂商与华为合作的 详态以保障这个厂商的相关权益 那台湾经济部的官员说明将提醒 台湾的业者留意供应链的风险 因为根据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定 以美方授权的技术为主 那业者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 以避免影响取得技术的授权 在这里其实我觉得最有这个重要性的是 彭博社他们是应该是有相关的人员 进行了一个实地的看访 那才看到了所谓这个穿着有相关公司标志的 这些建筑工人的活动 那么对于接下来这些工作场地上会发生哪些事情 相信彭博社会有更进一步详细的情况进行披露 好谢谢小杨的介绍 四家台湾企业居然在华为自建5G芯片链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我看到这也引起了很多台湾政客的不满 认为这是不是帮助敌人来自己打自己 革命先生怎么看待企业之间这样的一种互联互通的行为 中国大陆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中国甚至某些产业的新兴产业的出现 台湾是帮了很大的忙 就是在这个甚至在中国最开始习近平的父亲啊 习近平建立中国最开始的经济特区的时候啊 都不知道怎么建 那就是台湾一个男子吧 是叫男子还是叫什么 还是叫我都去过那个加工区 就是台湾的最开始的加工区 把他们加工区的这个管理规则啊 拉过来作为中国最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南本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这个发展啊 跟很多的国家比较幸运 因为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香港 还有一个新加坡还有海外这么多的华人 确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很多的这个台商啊 我也跟他们谈过 他们实际上在当时也响应这个李登辉总统的要求 去进行南京政策 但是南京了半天以后发现啊 这些地方的腐败 这些地方的效力啊 甚至这些地方的文化的交流啊 还不如在中国大陆进行 所以很多的企业家 很多的管理人员 就把中国大陆的发展 变成自己很大的一个延伸 不仅是很多台商在大陆定居 而且呢建立了很多的这个企业 这不是今天开始的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发展 中国大陆就找过很多台湾的台积电的一些高管 我们好像李奇博士还曾经详细介绍过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觉得他们这些台积电的人啊 或者是芯片的人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美国有什么制裁 因为美国之前也没有啊 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一天进起来的 但是我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 我觉得华为在建立这个5G的过程中间 就是受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听说是任正非要求的 我们这个芯片的建立必须是不能受到美国的这一次制裁的威胁 所以简单化的理解成如果是中心公司提供的话 那等于就是一个小偷小摸行为 就是没办法长所地发展 如果自己能够自产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话呢 就不会受外面的这个制约 台湾的政客在这个时候表示愤怒也是可以理解 不过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两岸关系虽然是现在比较恶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